鏡頭拉回國內 我們來關心 這是涉入了電梯安檢收賄 放水案的台北市都發局 監管處甄信工程員 好 在昨天是沉溼在南湖大橋下面 那麼台北市長 柯文哲的第一時間就前往吊唁了 陳同的表示 作為市府同仁 還是要表達哀悼之意 慰問了家屬 好 另外也幫死者暴屈 好 他說是這幾天 媒體過度的捕風捉影害的 好 但是這番話 讓來人兩邊的議員都不能接受 透明客戶員則前幾天還在講說 要連坐處分這些人 沒有想到現在出了人命 才甩鍋沒起 根本是在推卸責任 監管處死會事件延燒 入境招報的責任公務員員 親身後台北市長 柯文哲什麼也不回 但前一天出面說明 似乎想轉移焦點 事情的真相 應該還是等司法調查結果 但是這幾天的媒體 發生這種事情控制語氣沉重卻進一步想要把話題帶到其他地方 但回過頭來看過去科市長態度和現在說法有點出路 曾經透霸監管處這番話以及到現在所會爭議 要連坐罰懲處 柯文哲把問題轉向給媒體 可讓議員很不能接受 柯市長不想著自己領導風格的問題 然後又任意的把責任推給媒體 連證出的問題是他的問題 內部領導的這個氛圍的問題也是他的問題 柯市長本身自己對於任何事情的頻段 都是跟著水波逐流 甚至看著媒體的風向 或者是網路分享來去做回憶 議員痛斃 柯文哲甩鍋 更有人翻註柯文哲過去說的這段話 對照如今 河濱公務員親生 不但讓人想起案子更加複雜 也讓外界批評是否該整頓的不只是局處 還有首長的領導方式 記者 最好報導